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还是撤兵了 前不久 俄方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此日访序 这一消息很快被大众媒体争相报道 分分猜测此次普京访序的意义以及内容 尽管普京本人早就预料到此次访问的不同寻常 毕竟叙利亚地区政治战乱 相信没有哪个国家元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访问 但为了表达俄对佛丽亚反恐问题的真实态度 普京仍是冒着生命危险访问了佛丽亚 并带回了前去援助佛丽亚的俄方军队 俄为了保障普京的安全 从迎接总统专机的机场 到普京专机的起飞和降落 都有着众多局势的防护 还特意踏出了两架苏35战斗机 作为专机的贴身保镖 要知道尽管此时势利亚恐怖分子 基本上已经消灭殆尽 但仍有余弹存在 其其手中还没有坚强式导弹 可以随时发射击落飞机 而这两架战斗机的存在 大大减少了普京专机被射中的可能性 由于战斗机本身带有较强的热效应 比一般的民航飞机 更容易吸引坚强式导弹的攻击 所以这两架战斗机 基本上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 保护着总统的生命安全 可以看出 而为了显示其对射利亚反恐的真心实意 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 这与美国不断企图起 时势地盘的做法相比 又舍天壤之别 究竟谁是真心实意 谁是虚情假计 已是显而易见 相信未来射利亚在面对美俄双方时 会有着正确的判断